大家還記不記得她? 李善內地的女演員李善 她曾在2004年TVB經典劇集《大堂雙龍傳》當中 飾演樂樂林的女女順順玉智 還跟男主角之一的林峰有感情線 當年拍這部劇時 李善才剛滿20歲 憑借順玉智活潑可愛的演出 再加上嘴角粒絲魂脈令人留下深刻印象 李善成功打開在香港的知名度 今年已39歲的李善 近日又有心臟面世 她主演的網絡電影《撞邪》 在11月25日正式上線 故事圍繞在民國期間發生的一宗無頭女詩案 吸引了不少劇迷的關注 不過有網民表示 完全認不出女主角李善 說她跟當年在大堂雙龍傳的樣子不同了 連曾經標誌性的蕭雲脈也不見了 其實李善早在2018年已經解釋過脫脈的原因 她說由於這顆蕭雲脈變色度高 令她曾經被多位導演《渠之門外》 限制了演藝事業的發展 所以她才下定決心脫脈 而全身形象詩人 各位不妨去欣賞一下她的新作 好啊